你尝过霍香味小可乐吗? 传说中的还少丹真的能让人烦恼还童吗? 人工培育的冬虫下草味道怎么样? 近日,记者来到重庆福林的太极医药城 对各种新奇的中药产品进行探索 冬虫下草展台被前来参观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对通过生态浮育和拟禁浮育的新型虫草产生了兴趣 接着看到,展台上从扑动的飞蛾,小小的虫卵 胖嘟嘟的幼虫,到江虫,再到药草 人工培育冬虫下草的全生命周期被完全呈现出来 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 这种是新鲜的虫草,然后这种是冻干的虫草 这种可能就是比较有弹性捏上去,然后这种就比较硬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,就是有一种嚼那个南瓜 这种好像脆度这么大,我感觉吃上去有点像那种干干的木屑的味道 从一根小小虫草里培育出大产业 助推珍稀宾威中药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近年来,重庆中药制药企业在传承中医药炮制技艺的同时 加大研发投入,推进工厂数字化转型及升级迭代 攻克了东虫下草的虫种繁育 菌种繁育,人工接种等技术壁垒 菌种繁育指的是,就是我们在低海拔地区严格控制光照、温度、湿度、气压等七大环境因素 活力高原原生的环境,对中虫下草的技术昆虫蝙蝠幼虫进行饲养 在女菌种繁育条件下,我们采用的是 零添加无公开的机制和饲料饲养蝙蝙蝠幼虫相比于野生环境 它不会接触就是青藏高原原原原土的地质 所以它的重金属是不超标的 东虫下草是一种虫生真菌 是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名贵中药材 中国东虫下草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98% 东虫下草在中国药用历史悠久 但由于过度挖掘 1999年东虫下草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物种 由于生态退化和连年采挖 近年来,东虫下草资源量锐减 产业发展遭遇严重的资源瓶颈 由于自然生长的东虫下草越来越少 价格也越来越高 人工培育的东虫下草便渐渐开始出现 中药制药企业一直在努力开展东虫下草 甘草、仓树等资源型中药材的浮育扩反工作 助力推动珍稀冰微中药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在传承中医药炮制技艺的同时 中药企业还进行多种跨界尝试 或相为冰淇淋小雪糕 或相为小可乐相继出圈 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